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身边一个,在这国旗,主题毯子带着的泰迪熊,在互联网上,引起了轩然大波,这只熊鹰外形,与特朗普极为相似,也被称为特朗普熊,川普贝尔,特朗普熊除了长相,与特朗普神似,设计上的一些巧思,也非常符合特朗普的习惯,拉开特朗普熊背的背包,里面是一个,美国国旗主题的毯子,拿出来,刚好可以踢在小熊的身上。 非常符合不论何时,都要与美国国旗抱抱的,特朗普的习惯,当然,引起人们,对着只熊关注的是,其让人摸不清头脑的搞笑广告,广告中,有几个经典片段,片段一,队伍海军陆战队队员说,I'm a former Marine, and I'm proud to have chunky bear right by my side,我以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,特朗普熊能陪伴在我身边,我感觉很骄傲,片段二, 一位坐在,高尔夫球车上的球迷声称,特朗普熊,让我的高尔夫运动,更有意义,特朗普喜欢打高尔夫球,是众所周知的,特朗普熊的广告,最早于2017年7月,发布在YouTube上, 但直到近期,他在社交媒体上,引起了广泛关注,但是大多数人,对他的态度,似乎与他想传达的含义,相违背 有Twitter用户,直接表示,特朗普熊是他见过,最粗暴的玩偶 甚至有网友,将特朗普熊,抵作下一个Chucky Doll Chucky Doll,是20世纪80年代,和90年代,儿童恐怖电影里的,恐怖玩偶 It's Action Products的副主席,Elliott Greffitt表示 特朗普熊应该被视为任何人,都可以竞选成为我们这个,伟大国家总统的象征 而不应该被当作笑话对待,但Elliott Greffitt,也很无奈地指出 购买特朗普熊的消费者,有的确实是想买回去收藏 有的则明确表明,是要买回去烧了它 讽刺的是,具有支持特朗普含义的特朗普熊是中国制造的 这对一直提倡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特朗普来说 似乎并不是一个,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 据悉,这款产品目前售价39,9美元 消费者可以分养期购买 如果是你,你会买吗?你是怎么看待这只熊的?